我们三个可以真的在这个节目中五个月 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是分道扬镳的去成长 在分道扬镳 就是分开嘛分开散开的去发育嘛 就我可能是上单 他可能是打野他可能是中单去了 哈哈哈哈 啊你是你是你是 那我应该是打野我是攻击武装 哈哈哈哈 我是国富前二百敌人节 哈哈 所以三位的感情还是非常非常好 是鸭子铺三兄杨成林 杨成林 对对对对 杨成林 这我们至少是这样的听了 杨成林 其实那时候我觉得我对超轮那次哭很有印象 其实悟空战那时候那那段时间有一段时间其实 我压力很大我这次做队长 算是我们三个感情的再一次的一个递进的一个 一个契机 因为这那段时间其实我们三个这件事有一些矛盾的 对我有吵架 对我们因为内部一些情绪啊然后呢没有消化好 然后那段时间压力都挺大的 就是整个队伍的状态算是比较低气压的 而且加上我们当时也没有舞蹈然后选了悟空传这首歌 只有歌我们到只有七天时间练习到最后还剩三天的时候才给我们教舞 然后最后我不是挂掉瓶挂三天嘛 然后就真的情绪特别低啊 我记得我们当时 9981那 真的9981那的舞蹦转 然后当时 我记得当时我受伤嘛 然后超纹发烧 然后我们在公演前一天的凌晨两三点我们还在一任打针 嗯 当时贼心动我们想打完之后还要继续回去练 那舞还没有拍完 我们在公演前一天才把舞拍完的 对然后就是那个契机就是在别灵星有一次受伤的时候 嗯 那既然这样我们都提到了经历了9981那的悟空传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我们悟空传的片段好不好 好 导播老师OK吗